癫痫及心脏病同时发作的急救案例 我太太患胸部积水已一年半 2017年12月24日凌晨两点多 突然把我叫醒 说呼吸困难 喘不上气 当时神情痛苦 人前腐后腰 焦躁不安 呼吸局促 怕冷 我马上帮她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曾经以此帮助她缓解呼吸局促多次 并且有热电裹身以补充热能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缓解 她的情况就开始加剧 并突然倒下 失去知觉 昏迷倒下时症状 口吐白沫 抽搐 脸歪向右边 好像要说话 但口齿不清 继而变成呻吟 两手冰凉 脸色苍白 并大量出汗 按推头部原始点后 很快脸部歪斜恢复正常 也停止了口吐白沫的现象 但她一直呻吟 好像要得到更多氧气 我们用多个红豆袋不断轮流温敷 大约昏迷后一小时左右 呻吟声开始变成了大声的喊叫 呼吸困难 尽管不断用红豆袋温敷 手还是冰凉 当时北美原始点 露娜建议再次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补充内热源 浓江汤 虽然病患排斥内脉热源 我们还是坚持红豆袋温敷 我和儿子在旁 不停更换红豆袋 但我太太仍然不省人事 前后共持续两个多小时 我太太醒来后 除了体力非常虚弱 没有其他后遗症 但由于肺部有积水 血氧不够 朋友建议我们使用氧气 第三天有流鼻血 咳血痰的症状 请教了张医师 张医师说 这是身体在自我修复 要我们不要紧张 三天后 流鼻血咳血痰的症状消失 中风后的最初几天 体力异常虚弱 也没有胃口 只能喝少量的粥 虽然卫生间离他卧室很近 但必须有人搀扶才能走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鼓励他 用驻步车帮助行走 每天坚持走走运动 现在是中风后的第四个星期 他的体力在缓慢恢复中 目前已不用驻步车 自己可在室内连续慢走20分钟